哎呀啊 Yo what's up man 好 首先 我知道 你們大家要說什麼 啊 Tim 你不是都在玩BuzzFood嗎 啊你 都還沒拍完 你怎麼就跑來拍 King Legacy 了 啊這個時候 我要跟你們說 我已經看到 一大堆的留言 還有我直播的時候 有一大堆的聊天室 已經叫我來拍 King Legacy的更新 可是 他已經連續 出來兩個更新 因為我到現在一個都還沒拍 身為一個 海賊王的優質主播 怎麼可以不來拍一下我們的 關於海賊王的所有遊戲更新呢 看看現在時間 現在時間是 11月12號的早上11點05分 我才剛起床 你知道我昨天熬夜 我昨天熬夜熬到5點6點 然後我睡了4個5個小時 我就要起來拍片 因為我給自己 我昨天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 提早起來拍片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立下這個誓約 我就一定要做到嘛對不對 為了觀眾們 YES 喔 OK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King Legacy的更新 我拍片的這個時候 他已經連續出來兩個更新了 前面一個是 正常的一個大更新 然後後面又是一個4.8的那個 萬聖節的更新 應該是吧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 兩個更新一起出來 也不是一起出來 就是隔好幾天才出來 可是我兩個都沒有拍到 可是他兩個 他萬聖節裡面有很多改動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兩個 直接一起來看 我今天就來一次 帶你們看說 他到底更新了些什麼東西 這樣比較快 OK King Legacy 我們又回來 King Legacy OMG我真的已經 好久沒玩King Legacy 真的已經很久了 然後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什麼變動 啊對他更新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 我就已經進來玩過了 然後我已經練到 4000的滿等了 對就順帶一提啊 現在滿等是時間的 還可以還不錯 然後剛剛進來的時候 我其實就已經 注意到一些事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改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就很突然就改了 總之就是 呃像這樣 你進來一個安全區的時候 會有一個音效 很酷耶 他會有一個音效 你看 嗯超酷耶 OMG Holy 然後然後呢 你開武裝色還有金紋色的時候 也會有另外一個音效 武裝色是 這個武裝是我確定是新的 這個音效絕對是新的 變好酷喔 OMG 然後 這個是金紋色 這個設計的 這個絕對是新的 我們 聽Nexy古老的 金紋色聲音消失了 現在拿新的代替 可是雖然說這聲音也不錯啊 他關閉的聲音滿沉重的 但還不錯 我還滿喜歡這個新音效的 還可以 好啊現在是來 OK現在是來看我們的一些 新更新的 首先第一個呢 新的事件 一海二海都有 然後每10到20分鐘會生成 我們直接去看一下吧 我沒記錯的話 我應該知道位置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 有一個小島 應該就是這個 我沒記錯的話 對 沒錯 就是你 呃 這裡就是我們新的海上事件 我應該沒記錯吧 應該是這裡沒錯吧 對反正就是這裡 然後 他就會就像這樣 這裡 會生成出一些 咚咚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反正就是 生成出一些那個海盜 之類的嗎 反正就是一小群NPC 然後你可以打掉那些NPC 然後他們就會在中間 掉一個寶箱 那NPC有分高難度還有低難度 那高難度的寶箱 好像會掉一個 特殊的劍 就是 這一次 只有這個活動才拿到的那個 一把特殊的刀這樣子 沒記錯就這樣啦 然後我們 等一下好了 我們來打一次看看 我覺得他差不多應該要生成了耶 不是在其他島啊 我們去 找一下好了 這下你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很想拍Kindex 因為他真的很 我真的覺得這個遊戲 他 地圖 光是到地圖的 其實就做的超級無敵爛 我超討厭他的地圖 好 就算打不到就算了 因為我現在其實也沒有很想我去找 就是 我現在也找不到其他島 我記得他以前他其他島沒有很難找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就是找不到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地圖現在變很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超級霧 以前本來就這麼霧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又更霧了 現在找到又更難找了 好啦下一個更新 有一個在那個黃金區有一個新的模式 黃金區就是打那個 打副本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回去看一下 好首先 然後 副本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直接開始吧 我們直接看一下他的所謂的新模式是哪一個 我看一下 哦 Easy No more Hard 所以現在 我記得以前是Easy和Hard 然後現在又多了一個中間值了 還不錯還不錯還可以 那我們就不進去啦 我自己也單挑不了啊 OK下一個呢 呃 覺醒機制重做 他們現在覺醒的方式變得比較不一樣 我直接來帶你們看 然後對就是像這樣 他現在覺醒會變成這樣我現在長按 好你們看到上面有一個閃閃 可是我現在已經我看一下 對你看我現在已經我閃閃已經全覺醒了 所以沒差 可是如果 就是像就是想講 你要先吃掉一顆果實 一個可以覺醒的果實 像他這次的更新他有競爭那個燒燒覺醒 那你就吃掉燒燒 然後你就過來這邊 然後長按這個 然後你的燒燒圖片就會顯示在上面 然後這個時候他下面會顯示一個0還有6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這個新的覺醒機制就是 你必須要有6顆一樣的果實 你自己要有先吃一顆 然後總共還要再6顆 然後這6顆要 這6顆果實要放上去 然後放上去以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來跟這個人講話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覺醒你的技能 你就不需要再去打那個你的分身 就是 就是跟你一樣果實 但他是用覺醒的那個分身 你不需要再打了 你現在這位要做的就是收集 吃掉覺醒的果實 吃掉可以覺醒的果實以後呢 然後收集6顆一樣的果實 然後放進來 都放進這個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覺醒他全部的技能了 對就這樣 現在就變這樣 雖然說這沒有比較簡單 因為其實收集6顆果實 還是有一點小難的好不好 可是 日早你不用再打那個NPC了 我覺得還可以好不好 下一個呢 Filt Gacha Reward 這個就是抽果實的那個修改 我來帶你們看一下 因為這個抽果實的修改在當時出來的時候 被很多人罵爆 一大堆的不喜歡這個新改動 首先 現在他還是在這裡 可是 我先來抽一下 運氣太好了 丟掉 首先啊這個抽果實的NPC在當初這個更新 就是他這裡不是有寫這個重作嗎 這個改動他改成 這個抽果實的這個商人不會在這邊的 他每40到90分鐘會隨機生成在一個位置 還有一個固定的生成位置 然後每40到90分鐘他才會生成 然後他7分鐘以後就會消失 對有沒有很酷對不對 很酷對不對 然後那每 好像他是可以無限抽的吧 如果你有找到他的話 可是他的生成位置很不固定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也沒有多少人找到他全部的生成位置 然後他7分鐘以後就會不見 對沒錯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 可能是想要把果實變得比較稀有 就是讓果實的價格可以提更高 可是 他們一發出這個 就是他們一發出這個更新以後 很多人都在罵 說這個東西很爛 因為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 Kinex裡面不是有指針這個東西嗎 指針不是可以像這樣 找那個鬼船 然後找那個 那個海獸嘛對不對 然後他那個時候還把這個 多新增了一個就是找那個果實商人 沒錯 他還把那個掐進去那個指針 然後大家都覺得那個很爛 真的是沒有人覺得那個是個好東西 然後他們就很快 他們就好像過一天 好像不到一天吧 他們就把他修回來 就是把他變成原本這樣子 可是把價格稍微調高了一點 好像以前是一顆鑽石一個果實 然後現在現在要改成三個鑽石才可以抽個果實 這樣子 然後下一個呢 新的稱號機制 來你看 稱號的東西在哪裡呢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 Title Master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跟他講話以後呢 這裡有很多 也不算很多啊 就這些 有這些稱號可以裝備 然後你按下這個Info 你可以進去看一下它是什麼意思 可他裡面其實也沒講說他到底怎麼拿 他就只是 這個稱號的一個 可能故事 類似故事的東西而已吧 有點 逃不了 可是你可以大概從他的名字 可以看出這些 稱號怎麼拿 像這個 Negendary Hydra Slayer Negendary Hydra Slayer 應該就是要打那個海德啦 然後打固定的事實以後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稱號 就是從那個稱號名字去看 大概怎麼拿 我猜啊 然後下一個呢 新的飾品升級系統 就是這裡不是有這個工匠嗎 然後這個工匠是可以升級武器 然後 用那個附魔石頭 然後那個把附魔石頭用到武器上 然後他現在多了一個選項就是 升級你的飾品 沒錯現在飾品也可以升級了 首先 你看 我先 欸 哇他 他壞掉 他壞掉了 OMG 他壞掉了 OKOK 好他現在有點壞掉 我去我裝備其他的飾品看看 他現在怪怪的 OK有了 好就是現在這個是飾品升級的樣子 飾品他自己本來就不是 不是自己本來就有那個一些小buff 然後當然升級後他就那個buff就更多 我像這個龍項鏈 他原本是 減免水果傷害15% 然後加10%的水果傷害 然後你升級他就是 打造他以後呢 他可以變成20%的減傷 然後20%的水果傷害 還不錯 這個還蠻誇張的 可是當然他要的材料也不少 看 光是 兩個 兩個鳳凰之類 我就 我就不知道要那個 用多久了 這個感覺就很難用 所以我沒有打算用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很難用 下一個 Increase the next level of battle pass from 15 to 165 就是 這裏不是有一個battle pass嗎 就是 待機通行陣 然後他以前這個最高是到50 他這個已經卡在50很久了 然後他這次更新 他就把他延長到65 然後當然也多了一些東西 像 免費的這裡 多了一個傳說集 這應該是神話 沒有 這應該是神 傳說傳說 King Legacy是有到傳說 這個多一個傳說集的飾品 然後一把刀 然後我看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飾品 然後我看一下 有要錢的地方 要錢的地方好像沒有什麼新東西 要錢的地方就是 這個是什麼 我這裡好像這個好像是一個披風 可是我現在看不到什麼披風 就是一個紫色品質的披風 然後這裡可以拿一個傳說集的那個素材 然後這裡好像還有一個傳說集果實 還可以還可以 這次 這次增加的新等級 對有付過錢的人來說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 可是對免費版的來說後面多了一個傳說集飾品 那個還應該還不錯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些重做 他們重做了長頸鹿果實 然後這個獵豹果實 然後還有狼果實 還有我們的想雷果實 這幾個重做有機會 我下次拍影片給你們看 因為今天我只是想要帶你們看一下 這次更新有什麼 然後因為今天介紹的有很多 我不想把它全部塞在同一個影片裡面 感覺會很亂 然後 兩個新設定 我們直接來設定看一下 首先就是 就是這裡 Canva Shack 這個可以關掉 就是如果你覺得相機 就是不是很多技能 會讓你整個螢幕在抖嗎 然後震的很大力這樣子 那你可以把它開起來 把它開起來以後 你的螢幕就不會再抖 我把 我給你們看一下差別好了 首先這個是岩漿的力 按著放開 這個就是 這個相機會抖 然後就像這樣 對 你們看到還蠻 真的還蠻正的 然後我們把它關起來 就會像這樣 這個是力 完完全全沒有震 你看 一點震都沒有 你是完全平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要打開 這個一定要打開 然後下一個呢 顯示技能的距離 這個是 它這個還在測試版本 只有一些東西有 它目前這裡 上面的簡介說 目前只有炸彈 還有燒燒 還有一些 其他沒看到的果實 可以用這個東西 像我目前看到的這些是 不能用的 我的覺醒岩漿 目前是沒有這個技能 你看 我不知道能不能給你們看 反正就是 它會顯示一條線 然後顯示說 你那個技能可以打到哪裡 這樣子 就是一個輔助 就是一個輔助線 這樣子 然後呢 新的每日任務 我剛剛每日任務帶你們看過 我現在再帶你們去看一次 就是一樣這個島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這個NPC 這個NPC就是新的每日任務 那你可以跟他講 然後我已經做完了 所以 我現在不能做 你只要跟他講以後 這個任務超級簡單 跟他講完 然後他給你一個任務 你不要管它是什麼任務 就過來這邊 這邊 然後這個船下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東西 這個 就按它 然後按完以後 你的每日任務就完成了 就這麼簡單 然後你就輕鬆的 拿到一個每日任務 就這樣 超級無敵簡單 你只要來這個島上就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萬瞬傑的更新吧 這個是他們10月28號發出來的 首先第一個呢 新增一個新的萬瞬傑島 我們來去找找看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對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萬瞬傑島 OMG它好白喔 它這次的萬瞬傑 它有新增兩個島 這個才是真正的萬瞬傑島 我其實也沒來過 這個其實我第一次找到 這是什麼 我來偷看一下 這裡有什麼東西 這裡就是很普通的萬瞬傑 我剛看到裡面有一個NPC 我們進去看一下 這裡沒東西 這可以幹嘛 我現在看一下這個 Hollywood Market 這應該就是換東西的地方 對對對 這裡可以換一些 萬瞬傑的飾品 這個是南瓜頭顱 要350個糖果 然後第二個呢 是燈籠 要500個糖果 然後第三個是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反正這個要750個糖果 這樣子 然後它只有這三個 它只有那三個東西可以換 然後 這個是可以破壞的 這個南瓜是可以按的 可是我現在按不了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 這個是 哦這個是一些任務之類的東西 第一個呢是 摧毀12個南瓜 哦我只要接這個任務 我就可以摧毀剛剛那些南瓜 然後第二個呢 Deadwalker Deadwalker 3850 對我這是 這個是哪裡人PC啊 結果我還真不知道 這個應該也算是 新的每日任務 可是這個 它有三個任務可以做 啊這個是 12個 你要殺12個 骷髏海盜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這個 這個我不確定在哪裡 然後糖果呢 它這裡有寫糖果的獲取方式 你可以從 副本的BOSS 然後海獸的箱子 海德拉的箱子 或者是 隨機生的箱子 隨機生的箱子 裡面都有可能可以獲得糖果 這樣子 然後新增了一個新BOSS 我們的捷克 只有宅惡還有 然後你可以用糖果去召喚它 然後它會掉我們的一個 以前很古老的 已經很久的一個限時刀 也就是我們的南瓜錘 這個地方就是召喚新BOSS 我們捷克的地方 然後召喚方式呢 看一下 應該是這裡 這裡有一個隱藏的NPC 然後你只需要有50個糖果 你就可以召喚它了 所以就這樣 50個糖果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下一個呢 我們的黑式重做 來我們回去 我們主導看一下 黑式重做呢 它是什麼重做呢 來我給你們看 首先就是它的價格 有稍微的變一點點 像這種有賣的 它價格都有稍微變一點點 怎麼個變法呢 普通的還有不稀有的那個 所以那個果實呢 現在都變成只需要用錢就可以賣 然後稀有的果實呢 現在是需要錢 然後一律是加5個鑽石 然後史詩級的果實呢 一律是錢 然後加10顆鑽石 然後只要是傳說級類的果實呢 都是一律是錢 然後加25顆鑽石 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看一下有什麼在賣 我看一下喔 好像假如現在冰在賣 然後它 你看現在冰是APEX嘛 然後它就是要666萬元 然後加10顆鑽石 我們買一個平一點的 我們賣這個 我們賣這個好Qman 只要85萬 然後 它現在是怎麼買呢 就是 你以前買這個果實以後 它不是會直接 替代你現在的果實能力嗎 現在不是 現在是這樣 你看我買下去 然後它會變成 你只能買一次 你不能買很多次 你只能買一次 然後它就會 你就不能再買它了 然後它就像這樣 它就像這樣 它是以一個果實形態 然後送到你的手上 然後你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吃 你不吃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 你可以收起來 可是我現在背包滿了 所以我現在收不起來 所以我現在直接丟掉它 我就丟在這邊 這就是現在新的黑式機制 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改動很棒 可是另外一個缺點 就是它改成現在這樣以後呢 它這個 就是這個 它那個黑式重製的時間 從原本的3小時 變得到現在6小時 還蠻久的 好 然後新的 新的一個物品欄 好 然後新的收集物品欄 這個 這個物品欄是特別系列 我給你們看 就是你的背包 然後現在多了一個欄位 是這個 這個按下去 然後你的一些 它現在 我給你們看一下最大的改動 好就是 現在他們的 Game Pass 就是他們通行證 是可以變成 禮物的方式 買到你的背包裡面 然後它可以拿去交易 沒錯現在那個 我們的 沒錯現在我們的 沒錯現在我們通行證是可以交易的 它現在可以 確定已經被遊戲認證可以交易 可以拿來交易了 以前的通行證 在King Legacy以前的版本 通行證都是不能交易 你只能拿來送人 然後 只能看對方成不成心 願不願意要給你東西這樣子 現在它是可以拿來交易的 然後它就會 收在我剛剛顯示的 這個背包裡面 然後呢 以前 我們不是都買一個通行證 是那個雙倍經驗嗎 它現在雙倍經驗 它把雙倍經驗通行證刪掉 現在雙倍經驗只能用 只能以時間時間制的來買 你看 它這裡 它這裡就寫 它現在把它雙倍經驗改成時間制 然後如果我們以前 已經有買過那個 雙倍經驗通行證 它會給我們12小時的雙倍經驗 這裡有沒有看到 12小時的雙倍經驗 然後總共有三個 它給我們三個 然後它是以通行證的方式 那個 給到我們的寶寶裡面 然後還給我們另外一個 特殊 非常特殊的一個飾品 是我們的 EX 我們的經驗皇冠 我帶你們看一下 飾品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邊 它是一個Limit 就是一個現實的 然後它的效果是 會給你 會給你多20%的經驗值 沒錯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改成這樣啊 我確定這樣改 改的意義是什麼 可能是想要賺更多錢吧 可是它這個給我們的3個12小時的雙倍經驗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說不定可以拿它去交易到一些好的東西也說不定 然後呢 它們跟 我不知道這個處是超boss 負責啊 又 我想 我也不敢確定啊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現在 它們有一些特殊的BOSS 會有 在上面顯示 血量調這樣子 這個是紅法 這個是紅法 然後這個是 Monster 王祭 也是一海的一個BOSS 就是很大字那個 王家就是名字 然後海獸 海德拉 然後我們的萬聖節的BOSS Jack 然後這個是會掉眼魔的那個BOSS 然後我們的大媽 這些都會在 都會在出生的時候 在你靠近的時候 會在上方顯示一個非常長 非常大的協調 然後現在呢 只要是海獸生成 海德拉生成 或者是鬼 鬼船生成 它都會有一個 通知了 你不 你不需要再拿那個指針 才可以確定說它有沒有出現 你現在它只要出現 它就會出現通知 讓全伺服器的人都知道 它現在出生了 可是你要知道它的位置 你還是需要有指針才可以 然後他們把那個鬼船削弱 現在鬼船變得比較不稀 它以前是每4小時會生成一次 它現在改成每1小時就會生成一次 這個是還蠻大的削弱 現在鬼船變得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然後海獸也被削弱了一點點 海獸在私人伺服器是 本來是每2小時會生成一次 它現在也是改成每1小時 就是跟那個功夫一樣 然後當然就是因為被削弱了嘛 所以現在鬼船的召喚 如果你用RB的話現在只需要100 從350減到100 然後我們的種族重抽從100變到75R這樣子 然後剩下的就是一些其他 東東那些可以以後再看 這個可以以後再看 這差不多就是我們這次Kinex全部的更新了 然後我不知道你各位 還想要看我做Kinex的什麼內容 因為我目前這次影片就只是 單純已經把Kinex的更新內容 已經講完了 可是你們還想要看到什麼更多Kinex 可是你可是我不知道你們各位 還想要看到更多什麼關於Kinex的內容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你們敢留言我就敢試試看好不好 我做的沒有在開玩笑的 直接做給你們看 那我看今天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其實Kinex我還是會嘗試回來玩玩看 然後嘗試農到一些新更新的東西 但我就是盡量 我只能盡量好不好 我只能盡力而為 那當 那差不多啦就是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點下一個喜歡 然後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不要忘記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頻道的更新影片 也不要忘記加入我的Disco伺服器 連結都在下方說明欄點 就可以直接加入啦 好啦那我是Tim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